你现在收看的是参赖时光会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参赖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通过任务的专访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 背后知道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 然后我们在看这些议题的时候 不是真的有看热闹 还能够看门到我们有YouTube频道 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也期待你透过捐款的方式来 支持我们透过您的捐款 才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远更好 做更深度的报道以及讨论 也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在今年的4月23号 宪法法庭针对这个死刑是否违宪 来展开这个延迟辩论 那如果没有意外 应该在最近这一两个礼拜 应该也不会太久了 就会公报这个结果 那事实上从4月23号以来 我们节目就做了几集跟这个死刑有关的讨论 包括我们访问了李轩逸律师 他虽然是一个被害者的家属 但是他在整个过程当中 他觉得实刑好像没有办法解决很多的问题 所以他觉得应该要重新的去 就是要反就是所谓的废死 就是要主张要废除死刑 那我们也访问了这个台大社公司的吉华老师 他跟我们从这个等死的死刑办 他都在想什么这个角度来聊 让我们了解到这些被派死刑人 他们在监狱里面所遇到的一些状况 我们同时也访问了这个王婉玉前立法委员 现在是时代力量的党主席 那他也是我们想想很多人知道 他是一个被害者的家属 所以我们从他作为一个被害者家属 也曾经当过立法委员 来看我们相关的这个被害者相关的保护 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我们检讨的地方 那今天节目呢 大家邀请到的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跟大家谈 是我们的老朋友好久不见 这个中研院的这个法研所的研究员 许嘉欣 嘉欣你好 中小学长你好 真的好久不见 很高兴再次看到你 对还很谢谢你 从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 那我们节目先坦白说 我们其实大部分谈的就是主张 这个废除死刑的这些朋友是比较多 不过我想从您的角度 从您的经验应该也给我们一些 不一样的刺激跟思考 好那我们先从这个宪法法庭 这一件事情开始谈 就是这个宪法法庭当天 这个双方不管是支持 或是反对的这个两兆 他几乎都是在围绕一个死刑 决定权在于司法机构 或是立法单位这些相关问题的这些面向上面打转 那你对于这样的一个议题 就是我们刚刚谈到死刑的这个议题 有什么样的看法 或者是这个死刑的讨论 经过宪法法庭这件事情来做这样的言辞辩论 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好谢谢 谢谢中小学长的提问 我是当时宪法法庭指定的专家 提供专家咨询意见的专家 那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在我的意见书还有在法庭上面 我的主张就是说 这件事情是关于基本人权 毫无疑问 它牵涉到很多最主要的 就是生命权 宪法第15条所谓的生存权 然后被过去的大法官也解释为 是生命权 那还有就是所谓的免于酷刑的权利 最主要是这两种权利 那宪法诉讼 就是所谓的宪法审查 最高的司法机关来审查立法 我们的法院 我们的法律 这个事情尤其是牵涉到 基本人权的时候 它毫无疑问是落在 就是宪法法庭的权利行使范围之内 所以这件事情是 视线者就是可以来做决定的 是没有错 那所以但是我的主张是说 有权利做决定 跟你如何来行使这个权利 这个是不同层次的问题 因为我们在宪法理论 里面在谈所谓的违审查权的时候 有一个很大的主题就是 在三权分立的架构底下 其实三个权利 其实彼此都有交叠之处 三个圈圈 你可以圈圈 其实都有彼此交叠之处 那很多时候是 你如何在那些交叠之处 很奥妙的去有智慧的去行使权利 来避免权利之间的冲突 还有对于社会造成不必要的纷扰 或者是不必要的去减损了司法本身的威信 所以这个交叠之处 其实就是很需要 所谓的司法自治 或者是司法积极之间拿捏的分寸 我谈的是那个分寸 我不是说 司法有没有权利 我说他有权利 但是怎么样有智慧的行使权利 是我那个时候讲的 那我的当时的主张 就是在这个问题上面 司法最好不要太过积极 那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 他虽然可以 但是他的角色跟他的拿捏的程度 是有需要再做一些检讨跟讨论的 不过其实在您提供的 这些专家咨询意见书当中 你也提到 其实也不是只有台湾 在做这种有关死刑的 宪法法庭的这些相关的辩论 您提到包括南非 包括韩国都有类似的 这样的一种辩论的 这样的一个历程 要不要告诉我们这两个国家 他们在有关于死刑 在宪法法庭讨论的这件事情上面 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跟结论 其实有很多国家的宪法法庭 或者是最高法院 其实都有处理过的 类似的议题 那南非的宪法法院其实是 这二三十年来算是影响最大的 因为他的这个决定 做成于其实是宪法法院成立后不久 算是他很早期的一个很重要 非常非常里程碑式的决定 那这个决定就是直接宣告死刑是违宪的 那这个东西当然也有它的背景 因为当时南非宪法里面 其实在宪法史的考据上面 其实他们认为说是 视线者刻意把这一个死刑的问题 刘白没有在新宪法里面 过渡宪法里面做规定 所以而且在一个想要彻底跟过去的一个非常残酷的 种族隔离政权 说在会的这样子一个历史情境之下 然后宪法法院他非常的积极 就是他认为说当整个过去的整个政府 包括行政立法 其实都是站在历史错误的那一方的时候 这个时候宪法法院必须要站出来 用它的权力来保障 他们所想象的人权 而且当时的南非国大党 也就是曼德拉所属的政党 这个政党到目前仍然是一党独大 当时的南非国大党的主要精英 其实在国际人权运动的 他们在反种族隔离的过程中 其实跟国际人权运动有相当深刻的结合 那所以他们也相当程度 也是认同当时发展中的 国际人权社群的费死的主张 那所以他们基本上是 主要的精英其实是支持费死的 那虽然民意大部分不支持费死 OK 所以当宪法法院做出费死的判决的时候 其实没有受到太大的政治反扑 那相对来看南韩 南韩从1997年金大宗上台之后 金大宗是当总统的时候 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暂停执行死刑 那当时南韩其实也有路线之争 然后他也但是在不管在不管各党派的争议如何 他们希望能够更积极的融入国际人权社群 所以呢他们就暂停执行一直到现在 但是1996年2010年韩国的宪法法院都做了决定维持死刑核宪的决定 那这东西当然有牵涉到也是牵涉到宪法文本的问题 他们的宪法里面其实是有明定有提到说军事审判里面的死刑 然后里头的相关程序 意思就是说军事审判里头死刑是明定在宪法里面的 所以你很难透过宪法法院去宣告死刑绝对违宪 这是一个他的宪法解释上面的背景 另外一个在政治上的背景就是韩国 韩国其实韩国的其实国会在2000年之后 曾经有三次有赞成费死的议员提出费死的修法主张 但是三次都失败 然后基本上以韩国的政府部门来讲 韩国的人权委员会受到国际人权社群的影响比较深 主张倾向费死 但是韩国的司法部一直是反对费死 那所以可以看见说其实韩国政府内部仍然有不同的声音 那也因此韩国宪法法院在做出核宪的判决的时候 也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 因为他们事实上的现况就是他们有做判决 就是说核宪 然后但是事实上法院也持续的在做死刑判决 但是他们不执行 然后甚至也有就是有私底下的访问 也说因为不执行 所以他们一般法院的死刑判决 也更没有顾忌 他们比较敢判 所以这两个国家事实上有它的文化背景 有它的历史脉络 或是当时的社会状况 甚至国家的这种权力的这种组成 都有一些些的不同 所以他们会做出这样的一个结果 南韩是 对不起南非是觉得死刑是违宪的 但是韩国基本上来讲有点把他悬在那边 就是说我有死刑 但是基本上我不执行 某种程度上面有他的 例如说包括军事法经等等的这些因素 我们在之前也稍微聊过一下 您对于这个死刑的立场 你告诉我是一种细致的反对废死 就是说你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应该有自己的一些理论基础 跟你对从文化的角度来去看 要不要去主张死刑 或是要不要执行死刑 有你的一些看法跟观点 那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些意见书 这个所谓的专家咨询意见书里面 或是你过去的文章里面 就提过一个概念 叫做所谓的沟通印报论 那你把这个印报跟复仇这两个概念 是做了一个区分 那你在这个专家意见书里面提到说 印报正义不等于复仇 那我其实蛮好奇 为什么你会用这两个概念 来去讨论这种死刑与否 要不要废除死刑与否的讨论 那这个印报跟复仇有什么不同 那你为什么要觉得说 强调死刑的讨论要回到印报 这样的一个脉络 或跟这样的一个主张里面来谈呢 谢谢中小学校的提问 这个事情要先从死刑作为刑罚的一种 这个角度来看 我现在谈印报不是专门只谈死刑 所谓的死刑只是刑罚的一种 而印报是所有刑罚的一般性的一个基础 基础理由 我们所谓的刑罚基础理论之一 刑罚基础理论也就是说明说 我们为什么一般性的我们需要刑罚 那刑罚基础理论大致上最重要的 当代最重要的就是印报和嚇阻 然后可能再加上矫正和复规 那大致上这四种是现在最常被提及的 那这四种理论里面呢 我们看到很明显嘛 就是说矫正和复规 在死刑的问题上面 它相对来讲比较就是被边缘化了 因为死刑基本上就是断了矫正 起码在一段时期之内 它就是断了矫正和复规的可能性 它就永远无法复规了 永远无法复规 对这是没有错 那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 所谓的矫正和复规 在作为一个刑罚的基本理论 它也是有它的局限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用任何一种刑罚 其实我们都不是只单单基于某一个理论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刑罚 其实死刑以外 我们先谈死刑以外 其实我们都混合着各种理论 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们比如说 我们如果只用十年有期徒刑来讲好了 我们十年有期徒刑里面 我们把一个人放在监狱里面 然后在他有机会假释 或者是服满刑期服满之前 我们当然尽可能的是要帮他复规 然后帮他矫正 如果他愿意的话 但是这件事情完全取决于他的自由意志 他到底要服多少刑 那个刑期基本上 基本上我们的设定是基于一个很根本的 就是阴暴论的思想 就是一个人做了什么事情 他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一个社会认为他的犯罪与他的刑罚 怎么样可以相当 来彰显他对于这个社会的伤害 来彰显他愿意承担 他曾经对这个社会做过的伤害 同等的痛苦 来彰显他愿意对这个社会付出什么样的一个代价 来彰显说他真的感受到被害人的痛苦 他真的感受到这个社会 因为他不只是受害者 受害者的家族 还有这个社会 受害他的伤害 一个人嘴巴讲讲 不可能表示 不可能能够表达这种事情 这东西类似于像是一个 你负金请罪的那种概念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们最基本的刑罚思想 操作上的原则 其实罪和刑 必须相当 就是不管你基于任何上层的理由 到最后罪和刑必须相当 当然如果罪和刑 其实不只是牵涉到你犯罪的客观的行为 也牵涉到你主观上面的恶性 这个是我们在衡量 一个人到底值得 他需要用多大的代价 来彰显他对于社会的一个 来表达出说 他愿意付出代价来 弥补他做少人伤害 那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说阴暴论 其实是一个很根本很重要的点 就在于说阴暴论 其实是宪法的刑罚思想里面 罪与刑相当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你不可以超过他 你不可以超过他的恶性罪 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当初会被提出来 当初提出来的时候是 其实是最重要的理论家就是康德 我们不用讲很多哲学理论 我们就在讲说 我们从过去的威权时代走过来 威权时代最基本的刑罚的理由是什么 是贺阻 是当权者要贺阻你来威胁我的政权 所以我如果要贺阻你的话 你的罪行 你的犯罪行为就算不严重 对社会来讲 对于社会的伤害不严重 但是你对于我当权者的威胁很严重的时候 我可以用死刑来对待你 我可以用无期徒刑来对待你 所以所谓的基于阴暴论 而且是对于 基于社会对于一个罪行的恶性 所相当的刑罚 这个阴暴论其实是当初提出来的时候 其实是为了要拘束王权 其实为了要为民主社会里头 该有什么样的刑罚来铺路 它是一个 它直到现在 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OK 所以阴暴论非常重要 是所谓的罪与刑相当 就是你犯了这个罪 你要负担什么样的责任 这个责任不是口头说 不是口头说 我认错了 我干嘛 而是你要付上一些该有的代价 只是说那个代价是不是死刑 当然就会有不同的看法跟讨论 那另外也提到所有贺阻的作用 不过也有 我们待会再讨论到一个题目 就是说 死刑真的能够去贺阻犯罪吗 这好像在统计上面 也有一些不同的开法 我们待会会再继续讨 从这个角度讨论 不过谈到硬暴论 就会让他想到 其实在华人的文化里面 他的确有这种类似的概念 所以其实你也蛮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有关死刑的讨论 要回到东亚文化当中去理解 而不是西方的基督教的脉络里面 因为基督教有耶稣 或者是这种所谓的神权的说法 跟东方的文化事实上是有不同的 可是这个就会让我有点好奇 就是死刑与否事实上 是涉及到一些所谓的基本人权 不管他是加害者的人权 或是被害者的人权 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人权是普世价值 为什么还会有东方跟西方之间的差别呢 人权是普世价值 这里大家都同意 那问题是人权要如何去理解 去解释 那这件事情其实就有 其实有两种看法 我们从人权发展史 还有人权哲学的角度来看 世界人权宣言签订的时候 在战后19481949在演你 然后乃至于说到最后 能够确立下来的时候 其实当时的世界人权宣言的签订 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就是我们今天全世界的国家 来签这个宣言 不是因为我们有高度的共识 说每一个权力都应该要具体的 在每一个社会要长什么样子 我们有高度的共识 而是说我们其实有交叠的共识 在我们每一个社会 我们每一个文化里面 经过了尤其是世界级的大战 经过二世纪上半年的大战 然后我们也彼此都看到了 过去的政权 如何的滥用他们的权利 然后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 如果组织的不对 我们对于个人的侵害 是可以到何种可怕的程度 所以经过这些世界性的事件之后 大家都意识到说 不管你来自于什么样的文化背景 其实我们是可以找出一些交谍共识的 那所以当时签了世界人权宣言 其中当然也包括了中华民国的代表 张鹏春 那他相当明显的是代表儒家的传统 这个东西在近来这一二十年来 尤其是人权史 国际人权史的挖掘越来越深入的时候 我们会越来越看到儒家的影响 其实在当时世界人权宣言签订的时候 他的他确实有他的影响 这个影响细节怎么样 我们有机会再谈 但是我谈这件事情的意思是说 即便后来联合国确实成立了一些跨国 就是说等于说以联合国为基础来成立了 签订了这些所谓的国际人权公约 其实基本的人权思想上面仍然有一个争论 就是说没有错 他确实有他的普世性 但是这个普世性到底是 大家透过不断的彼此的学习 不断的彼此的沟通 还有不断的彼此的借鉴 然后找出的交谍共识 然后在这个层次上面有普世性 但是在每一个社会的实践 每一个社会对于不同权利的理解上面 在这个案子上面是关于生命权的理解上面 我们其实公约还是拥有不同的解释的空间 这个他的差异跟脉络不同 对我们当然联合国可以尽他的能力去调解 或者是去缩小这个不同 但是有不同这件事情 而且他容许这个不同这个事情 是无可置疑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ICCPR第六条 是容许死刑作为一种例外 然后从历史的脉络来看 欧洲人权公约 欧洲其实是在近代废死的 最主要的倡议的论述的来源 1950年欧洲人权公约 明确的承认死刑是作为生命权的例外 在第二条里面 到了1990年代初期 他才定了第六认则议定书 应该说废除平时死刑 允许战时死刑 战争时期的死刑 然后再过了十年 再过了十多年 他才签订了第13号认则议定书 来确定 废除所有的死刑 就是在欧洲的 欧洲人权公约的架构底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算是欧洲自己经历了六七十年 然后达到这个 现在的这个状况 那当然这个过程 其实也就是 所谓的费死思潮的一个兴起的过程 那我现在要问就是说 我们要说的就是说 我们台湾在这一个思潮里头 我们现在的位置在哪里 我们要走到哪里去 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 讨论这个问题的方式 应该是用各自的历史经验 来进行对话 历史经验的对话 没有办法告诉你说 我们绝对要怎么走 不应该有一种很帝国主义式的 就是说 这个就是真理 你就是要接受 我觉得这个东西会阻断 很多对话的可能性 我们必须要各自回到各自的 的历史脉络里头去 去把我们的经验说出来 那说好说好 这件事这样子的一个论调 不是我自己在 不是我自己发明的 加拿大一位很有名的人权 人权学者 他也是在国际人权领域上面 非常活跃的叫Michael Ignatiev 然后他也是 这也是他的论调 因为在人权哲学上面 在讨论所谓的普遍主义 或者是特殊主义的时候 其实这个争论到后来 其实我想最大的共识 其实就是说 我们各自有各自的历史 我们要透过这个历史 来彼此谦卑的来 来寻找可能对话的可能性 透过历史经验 历史经验不是不能互通的 我不是不能借鉴你的历史经验 你也不是 你也不是不能看到我的历史经验 但是透过历史经验的互相接见 我们到底能够得出什么样 对于适合各自的社会的教训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必须保持开放的 OK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等一下要继续请教甲信 就是说好 那当然是跟历史经验文化脉络是有关 我想这是在做很多的考虑的时候 他必须要放到他的不同的社会情境去做思考 要不然他有很多的争议 或者是他可能对很多人来讲 天外飞来一批 这跟我们又没有关系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不过这个社会是变动的 所以当这个社会开始慢慢调整的时候 他也有可能会从所谓的主张死刑到废除死刑的这种可能性 是吗 当然当然 所以我在意见书里头很明确的讲说 我提出文化的解释 不代表我是所谓的文化本质论者 意思就是说 我不会说 因为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 我们的主流文化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不会改变 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了解我们的文化 也了解尤其是欧洲 毕竟美国现在也没有费死 没有完全费死 所以了解欧洲的历史脉络之后 我觉得你才有可能真的开启对话 你还有可能说大家心平静气和的来讨论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透过彼此借鉴 我们可以让比如说反费死的人也心胸更打开 然后去能够看到说费死的整个 就是他的思想到底怎么产生的 那是否我们真的也可以借鉴 我们可以透过费死的整个思想 让我们看到我们原本没有看到的东西 但是反之坚定的费死论者可能也可以看到说 那为什么死刑这件事情 它真的意义在哪里 如果我们要费死 我们是不是在做某一种权衡 那我们要牺牲什么样的价值 我们要求这个社会需要感受到某种 什么样的价值被牺牲 我们如果要达到这样的牺牲的话 我们必须要看做什么样的配套 我们必须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我想这也是我们节目一直在讨论 这个议题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不管你主张是什么 这个讨论是很重要 了解彼此是很重要 要不然你就每次讨论这个问题 说讨价 然后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往前走 事实上是很可惜 我们先休息 待会要回来继续请教嘉欣 就是说如果从文化角度来谈 那当然有他的这种差异 有这种他的这种不同 当然有他的脉络 可是从一个实际的这种状况来说 例如说死刑是不是真有所谓的嚇阻作用 那死刑是不是能够降低犯罪 这件事情也是在讨论这个死刑与否 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 或是在这个食物上面的一个面向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回来讨论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宗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记录照顾独立制作 我们有YouTube频道 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收看 也很期待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 支持我们 透过您的捐款 才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远更好 做更深度的报道以及讨论 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中研院法律研究所的研究员 许嘉欣 嘉欣你好 中小学长你好 我们刚刚在上段节目当中 请嘉欣跟我们从 这个死刑的宪法法庭的这个讨论 然后慢慢的带出一些 他对于这个死刑的看法 特别他强调这个罪与刑之间的 这个必须要等值 就是这个要符合应该要有的刑法 那同时也从一些文化的角度来 协作我们去思考怎么去看待 这个每个国家在死刑的决定 这件事情可能会有的一些差异 我想要回到一个更现实的角度来看 刚刚我们谈到这个罪与刑之间的关系 然后也谈到从文化角度来讨论死刑 可是如果我们从文化角度来看这个死刑的话 会不会去忽略的这个死刑到底有没有效 例如说你刚刚有谈到所谓的嚇阻作用 可是有很多的研究告诉我们说 好像死刑不一定真正能够嚇阻 或者是有人主张说 你这个跟他讲说死刑 做的那件事死刑 那他下次就说反正最后也是死 那我就更凶残一点 我可能更狠一点 那这个死刑是不是能够降低犯罪 好像在不同国家所做出来的这个统计数字 也有一些差别 那所以死刑真的能够在科学上面 是有它的效果的吗 这个问题我先 我先回到一个基本的问题上面 就为什么这个问题会成为一个问题 首先就是说我们刚刚说 我们当代的刑罚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操作原则 就是罪行相当 那罪行相当这件事情 到底要什么样的犯罪才能够值得 一定要用死刑来对应 那我相信绝对不是只有说杀人而已 就是光是杀人本身不够 那一个社会他可能这样子去想象 就是说非常邪恶的杀人的手段 那如果你真的觉得生命权这么重要 而如果这个犯罪对于生命权的践踏又是如此的 如此的邪恶 如此的几乎是不可原谅 你可以想象一些 其实这些很多历史上面都有记载 你先不用讲说大屠杀那种在纽伦堡大神之中被处决的那些战犯 你就谈当代社会的一些东西的一些犯罪行为 有一些很可怕的犯罪 随即杀人凌虐式的犯罪 为着完全是为了取乐式的 就是那种所谓的杀人狂 凌虐杀人狂这种犯罪 那你可以想象说这种犯罪它对于生命的倾建到了这种程度 那是不是正因为我们对于生命权看重 如果我们看重罪行相当原则 是不是只有生命才能够拿来相当于这种层次的犯罪 那因此它构成某种刑罚的例外 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犯罪的例外性 所以构成了这个刑罚的例外性 那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们要把这个犯罪 比如说如果我要费死的话 我要把它拉下来 我要把那个刑罚的选项 把死刑从这个选项里头拿掉 那我有基本上我有两个方向的理由可以来考虑 第一个就是说那他死刑到底对于我们的嚇阻 对于社会治安到底有没有帮助 如果他不是真的那么有帮助的话 我们拿掉心里OK 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 他比如说他侵犯了某种 我们就刑罚其实我们不是说 所有的犯罪我们都要以牙还牙 以牙还牙不是我们寻求是相当 所谓相当跟同态报复 不一样 相当其实是经过文明化之后的刑罚 剩下来我们认为什么是相当 那但是我们当代的思想也有可能认为说 生命本身就是太重要了 虽然你侵犯了生命 但是生命本身很重要 我们不应该透过国家的力量去剥夺生命 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不文明的 所以我们其实有两种看法 来把刑罚 把死刑给拿掉 一种是看他有没有用 然后另外一种是看他到底行他 是不是侵犯了某种本然的价值 就是本来就有了价值 那我们是在这个脉络底下来谈 好那所以如果说我们现在来谈说 他贺阻到底有没有用 确实从1970年代 Isaac Ehrlich一个很有名的研究 一个经济学家很有名的研究开始 他那个时候他的研究引起争论是认为 他的研究说其实死刑确实有嚇阻效果 从197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潮了 我不知道5050几年了吧 对我最新看到的研究的结果就是大概就是说 你很难证明没有 很难证明到底没有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为犯罪 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复杂了 你要控制的变因太多了 对那而且你也很难找到两个社会一模一样 能够真的去做比较 那但是我们大概可以想象说 其实犯罪率 就是一般的治安的情况犯罪率 可能确实不会 就是按照参照这么多国家的经验 可能真的不会有太明显的影响 那但是至于说你死刑确实会不会是 真的是嚇阻到一些 其实因为如果他真的被你嚇阻了 你也看不到 是不是真的会有这种个案 或许有或许没有 我们现在真的不知道 这个变数太多了 那个实际上有些事没有再发生 也没有办法证明 对就算真的有被你嚇阻到了 你也没有办法证明 因为他就不存在了 那个案件就不存在了 那所以这个实在在研究方法上面 其实是很困难 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到现在 争论一直仍然在持续当中 那在这个问题上面 你如果要用这个理由来讲 那接下来问题就是说 好那刑罚的理由 刑罚的基本理由 是不是只有嚇阻 那如果你认为 最主要就是嚇阻的话 那确实这个 这个就像南非宪法法院的判决 因为南非当时在转型的情境底下 他们认为说 因为首先这是关于转型正义的问题 南非在转型正义的问题上面 是非常非常不喜欢强调应报的 因为他们非常强调和解 要和解他们才能够顺利转型 然后这件事情 这个论述渗透到关于刑罚的讨论上面 所以他们在那个判决里面 1995年的判决里头 就说应报这件事情 不是最主要的 我们必须 我们不能够把它给予相同的重量 给予跟嚇阻相同的重量 所以我们主要就是看嚇阻 那既然你政府不能 不能证明 有积极的证明 有嚇阻效力 那我们就宣告他违宪 那这是一个看法 另外有两种不同的回应方式 一个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回应方式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在1970年代判决 其实就处理过这样子的论证 然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到最后是不踩这种说法 不踩南非这种说法 因为他说 我们要把这么大的问题 取决于这一个科学上 无法 either war都无法证明的状况 这个决定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宣法法院 我们最高法院 不应该由我们来做 而且如果你真的要拿 这个理由来说的话 请问你如果我把死刑拿掉 我剩下无期徒刑 是不是你接下来的人 也可以来挑战无期徒刑 你告诉我 无期徒刑有办法证明 他比30年有期徒刑更有效 不能证明 一样不能证明 无期徒刑拿掉 30年 20年 有没有比20年有效 30年不能证明 那30年拿掉剩20年 那你这样子一直砍一直砍 你是要砍到什么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有没有用这件事情 其实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证明 所以你要回到那个罪与刑之间的 这些相关的这种所谓对应性 这所谓的本来的价值 对不对 那这个本来的价值 为什么一定是死刑 而不是其他的呢 所以我刚刚都说的出发点就在这里 就是说 就是说 刚刚这个理由如果要成立 而且如果你真的把它拿出来用的话 所谓的那个理由就是 因为你不能证明他的贺阻作用 所以他就违宪的话 那这个论证没有范围 他不会只适用于事情 他可以适用于任何其他的刑法 也就是这样子 为什么他那个因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说 我们允许立法机关仍然基于应报的理由 来维持死刑 对 那所以如果是应报的话 就回到我刚刚说的那个最基本的罪行相当的状况 就是我觉得你很难去 你很难去论证说 一个极恶的杀人犯罪者 他的对应刑罚 相当的刑罚 不应该是死刑 对 对 你可以把死刑拿掉 你是可以基于其他的理由 比如说死刑不文明 或者是死刑没有用 但是你很难基于罪行相当的理由 去说他不相当 去说死刑不相当于这种极恶的杀人犯罪 OK 所以这个当然就会变成是到底相不相当 这个其实是一个你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那当然我们知道死刑从应报的角度 这个人是要受到处罚 那处罚也许我们就用一种死刑的方式 作为他最终极的或是最严重的一种处罚 可是我们刚刚在前面也提到了一个状况 就是那这个死刑 他会出现不可回复的状况 那这不可回复就是他也没有办法回到社会 他想要也许 我们在过去很多的讨论说 这个人为什么会犯罪 背后因素太复杂了 可能跟他家庭有关 可能跟什么教育有关跟社会有关 那好像也不是一个纯粹他个人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回去理解 他的社会的发展 成长的历程 那如果这个问题解决 这个问题也许 这个犯罪问题也许就会不是那么严重 或者是说在更早之前 我们看到很多的误判 不管是或者是这有争议的判决好了 就是在台湾的例子也很多 当然现在越来越强调科学证据 越来越这个审判的过程越透明化 这个问题相对之下比较少 那可是有没有一些方法 就是这个人犯罪了 我们其实有一种担心 就是你把他猝死 他就不会再犯 那另外一种假设 我们可不可以把他就把他一直关 就是无期徒刑 不得假释 那同样的他就可以让他继续的在监狱里面 把他做永久的隔离 而不会再有这一种所谓的犯罪杀人这件事情发生 那也可以去减少那个不可回复性的这些争议跟问题 这是一种解决的方法 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效的说法 我说这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说法 但是我稍微再厘清一下 当我说罪行相当 然后你在饥饿杀人犯罪里头 死刑很难说他不相当 这只是一个出发点 我的意思 我之所以也强调这一点的意思是说 我们即便承认这一点 我们还是有可能基于其他的理由 来选择废除死刑 OK 对 但是当我们选择那样做的时候 我想要讲的是说 当我们在论证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必须承认 就是我们在做一个价值的取舍 我们在取A价值的时候 我们有可能必须牺牲B价值 我们有没有明白的去讨论到承认这一点 比如说我今天基于怕误杀 怕误判 怕冤狱 所以我今天整个把死刑给拿掉 给废除掉 你可以这么做 你可以基于这样的考虑这么做 但是在那种罪证确凿 而且确实极恶的杀人犯罪的时候 在这种案件里面 那你很明显的 你就 剥挟了 或者是说你必须牺牲另外一种 其实也是同样合理 例如像圣洁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例子 对对对 所以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们就必须承认说 对 确实我们牺牲了 在那种案件里头 这个社会认为 真正的公益的 相对应的刑罚 我们就做不到 我们就没有办法 我们必须对公益有所牺牲 我觉得在讨论的时候 我想要讲 其实很多时候 我写这些理由可能会被误会 但是我想要讲的是说 我们这个一个一个理由摆出来 很清楚的把它分析清楚的时候 我们发现说 我们往往在做一个决定的 尤其是在做这种 非常复杂的争议的决定的时候 我们每个决定都有牺牲 然后我们不是说 我们不是说抓住某一个方向的理由 我们就对到底 我们就一定都对 然后好像对方都错 所以我要强调的是说 你可能要牺牲罪行相当 特别在某些案件里头 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 那样子的牺牲是值得的 所以我们才那样做 所以你怕误判怕冤狱 这当然是一个合理的理由 那当然接下来就问题说 那你要怕到什么程度 在毫无可疑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牺牲 那接下来就有中间的制度的可能性 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制度设计成说 原则上我们就不要死刑了 那但是呢 在集地外的情况之下 我们特别在赋予检察官 或者是法院再去发动 对于死刑的良行的程序 把它变成一个制度中的例外的例外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对于制度的想象的空间又被打开了 不是说绝对或绝对废死或绝对不废死 所以这也就是你主张说在法律上面保留法律上面的死刑 但是不加以执行 你刚才也提到像美国的例子可能就是类似的做法 那这个跟直接废除死刑的差别就是在于你刚说的是 如果有一些比较明确的状况 那我们至少可以去执行 然后不要去牺牲其他可能要的价值 这当然是一种的考论的方式 可是另外一个我也会 一种担心是 那会不会有人去滥用这种死刑 因为有时候最后决定要不要死刑这件事情 好像是在法官 那这个法官可能跟他的生命经验 跟他的这个得到的证据 跟他的这种当时的社会氛围 可能都有很大的关系 甚至如果刚好是一个非常独裁者的出现 那会不会造成这种死刑的滥用 我当然讲的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所以这个保留 但是不滥用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程序 是可以保障的 或是有些程序是可以 知道在什么状况之下 再来启动 这样的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呢 其实我自己的主张 一直是说 政权的形态很重要 那独裁者或者是 比如说你如果说 以政权转换的情境来讲 香港在回归之前 英国最后的 那个殖民统治 就是英国的总督 就把死刑给废除掉 这个我完全赞同 因为我不认为死刑应该 保留在一个会加以滥用的 系统上加以滥用的独裁国家 那甚至我自己的主张是说 如果有机会 我去对于新的民主国家 有建议的话 我也会建议说 在民主转型的过程当中 应该要先暂停执行死刑 然后因为往往司法的改革 还有警察体系的改革 其实都晚于政治改革 然后你会 政治系统会先改革 所以呢 但是司法体系所遗留下来的那些案件 像江国庆案 其实就很明显是之前的体系遗留下来的案件 那像这种东西其实都很危险 所以我也赞成说你就是要停止 除非一个民主国家 他仍然相信要有死刑 然后而且他把它限缩到改革 司法改革 还有还有整个减调体系的改革到一个程度 你可以再考虑再恢复作为一个严谨的例外 那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基本的立场 那所以 所以刚刚你有提到 就是说 那确实我觉得 那我们现在谈到说 如果我们已经是一个完全是一个民主国家 一个巩固的自由民主宪政体制底下 他还会不会有 你说滥用的可能 我当然不敢说不会 但是我们在这个体系底下 如果我们对司法还有一点点的信心的话 整个司法改革的过程 其实就是不断在强化 整个司法体系 尤其是司法专业者的这一个共同的价值 不断的改造 那我 然后还有整个法律上面 对于程序严谨度的要求 不只是法律白纸黑字的改革 而且还有包括整个法律社群的文化的改革 那事实上我觉得这几年 就这十几二十年来 我们确实都可以看到 台湾在这上面的进步 那乃至于近年来 其实做出来的死刑判决 其实是越来越少 那所以我会认为说 如果我们要维持这件事情 其实往往取决于说 我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恐惧到底有 到底有多大 那其实恐惧的大与小 其实每一个社会对于这个恐惧的感受都不一样 而且对于 对于那个对于牺牲某一种应报正义的 的那种牺牲感也不一样 所以我在宪法法庭上面强调 就是说每一个社会必须要 而这个东西很难有非黑即白的答案 宪法法庭适合去做那种 法律上面你可以推导出清楚答案的判决 如果你有办法做到这样的话 这比较适合由宪法法庭去做 但是在太多选项的时候 太多一样合理的选项的时候 这种时候适合由代役机关代表人民去做这个判断 那你其实在刚刚的讨论当中 或是在之前你的文章里面也提到 这种实行的问题 就是应该有更多的社会对话 那其实像包括Face联盟 他们事实上也会办这种小型的座谈会 这种所谓的社会对话 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又会出现一种状况 就是只要我们谈到这个议题 那很容易就炒成一团 然后那个情绪可能很容易就会高涨 那如果回到这一次的这个宪法法庭 这个角度来看 你觉得这一次的四宪案 这样的一个宪法法庭的延迟辩论 是不是一个好的对话 或者是一个对话的开始 那另外一个我一直觉得说 这种对话应该不是民间单位 或是学界来做而已 国家如果它是一个重大的议题 而且这个议题里面 在社会里面是存在不同价值的话 国家是不是应该也要出来 去做这件事情呢 如果政府要做的话 怎么样做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对话的方式呢 我觉得这一次的宪法法庭 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对话的操作 然后也因为宪法法庭的关系 我觉得很多很多有想法的然后的人呢 都可以提出相关的意见 然后而且在这些意见呢 也被也被要求要彼此的交锋 在这个在这个宪法法庭的这个制度上面的框架底下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展演 那我也相信说这个社会这个对话应该不止在法庭上面 那政府如果有能力有机会的话 像因为这件事情的主管机关是法务部 那我想法务部其实从20年 就2000年以后啦 就是陈瑞扁上台之后 其实他一直持某种立场 是所谓的建进式的废死的立场 那他一直有在做民调 那所以我想这件事情 我当然不知道政府的能量到底有多少啦 那当然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当然是希望说他能够继续去做 那当然不只是政府啦 我想像Face联盟也一直在做这些对话 他作为一个倡议团体 当然他也一直在寻求跟社会的对话 那我觉得这一次 这一次宪法法庭的辩论里头 我觉得比较有开展出来的 其实就是我刚刚才谈到的一个文化的面向 我再次强调说我把这些文化脉络谈出来 我包括谈出谈到了欧洲Face的脉络 这些是我们过去比较少谈到的 就我觉得两个点啦 第一个点就是说怎么样促进对话 第一个就是逻辑上 每一个点我们要严谨的分析清楚 我们在采取Face和反Face的立场的时候 我们可以我们其实应该考虑的理由 假设有总共起码有100个好了 不要说那么多啦 拼了都头昏 我们说总共起码有10个要考虑的理由好了 假设当然是不止啦 这10个理由里头 我们一个一个来分析来看 比如说到底罪行相不相当这件事情 然后误判到底我们应该多害怕它 政权我们的滥用 我们到底应该害怕到什么程度 对于犯罪者的犯罪脉络的考虑 我们应该给予多大的比重 人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 这些问题一个一个分割出来看 我觉得台湾 我觉得在讨论很多公共议题 不只是死刑问题上面 往往是我想一想 我突然觉得10个里面 123这三个理由 我这有感觉 真点没有对上就很难讨论了 对我这有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说 好基于这123个理由呢 我就是在哪一方啦 我就是废死方啦 或者是我就是反废死了啦 然后我就拿着这123不断的跟你讲 那另外一个人可能是789 他觉得789比较重要 所以呢他就觉得说 我就是因为789我就站在这一方 那这样子你当然对不上啦 那所以我觉得严格的分析 严谨的分析非常重要 严谨的分析可能会让你 比如说我刚刚讲到 罪行相当这件事情 在我看来你很难去说 你找不出某一些罪行 严重到一个程度 你不能用死刑去对应 但是同样的 你这不代表这就是结论 很多人就这样子就结论 就推出来了 所以就死刑就不应该废 没有 我们还有23456789 好多个理由你要考虑 误杀是不是一个要考虑的 你应该考虑 政权的政权的滥用 你应该考虑 当我们把起码十个理由 或者十个以上理由 通通考进来的时候 你可能会发现说 你在这些问题的立场上面 跟对方正义的立场上 并不是完全不同 我们是有可以 我是可以承认的 所以我们都解决的可能性 对而且你会设想出更多中间方案的可能性 甚至彼此妥协的可能性 而且老实讲 你真的要说服对方 你一直说对方就是绝对的错 别人不会被你说服的啦 没错 你要承认别人的讲话里面 也有一点理由 只不过你可能还没有考虑到某些东西 我觉得这才是有沟通的可能性 对这是一个方法 这是从分析的角度来看 第二个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我认为 就是不管你对于历史的角度的解释如何 不可会言的 过去这70年来 主要的非死潮流的推进 是来自于欧洲 所以你必须要了解欧洲 然后当然你要了解台湾 那我也了解说台湾不是只有 我说的那种所谓的后儒家文化的特性 但是不可会言 台湾 当我在谈台湾的文化特性的时候 我的基本的出发点是 我要解释为什么台湾的民调 80%以上持续的 很清楚的是反费死 我觉得所谓的那种 那种民调的解读是另外一回事 你说用无期徒刑 不得假释就可以取代死刑 这个东西基本上仍然是硬保的思想 只不过是你觉得活着让他比较痛苦 还是死了比较痛快而已 其实那基本的思想是一样的 那当然我们就不用谈说 无期徒刑不得假释 这件事情其实根本 老实讲了 在我看来如果你用这种选项 过不多久你出来 宪法挑战 你很快也就被判违宪了 所以事实上那个 那个条件 那个选项其实是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维持下去的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出发点谈文化 是要了解这个社会 你想要改造社会可以 但是你得先 我觉得不要太 就是不能够说 我就是比这个社会厉害 我就是比这个社会懂 这个社会他的想法 为什么会长成这样 现在这个样子 有他的历史卖道 你承认他存在 有他的道合理性 然后去把他的合理性讲出来 这样从这个前提为出发 然后来进行沟通 我觉得人家也会比较容易 去听进你说的话 你不要说一开始就说 就否定这些存在的理由 说老实话我觉得 我觉得 废死和反废死双方 都有一些不太理性的 或者是说 不够理性的立场或说法 而我想做的 其实是想要让大家都看到说 自己的立场 老实讲都不是那么绝对 都有你的意思太多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在做的 其实是一个 我们一起做下来 我们在做一个艰难的选择 那我们可以试着一起做选择 一起来讨论 各种我们中间的可能的方案 那其实这样子火气就不会那么大 这的确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但是也是一个重要的选择 只是说 在做这个选择之前 有很多更细致的讨论 在这个社会里面 看到很多人的努力 但是还是不够 那我们当然希望 我们这一系列的这些讨论 把不同的面向给呈现出来 包括死刑办在监狱里原演的一些状况 包括被害的家属 包括主张死刑 或是觉得这个死刑应该要有某种的条件 或者是废死的 这个不同的看法 我想虽然没有直接对话 但是就像嘉欣 我们把一些深谍把它整理出来 那慢慢的我们可以去找到其他的可能性 这个社会才有可能往前走 因为我还是要觉得 在原地吵架是不会往前走动的 那非常非常的可惜 今天非常谢谢嘉欣 来跟我们做这样的分享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跟你请教相关的问题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拜拜